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继续再举例子 那么刚刚就说 举了一个叫做 按照这个单词本身 字母的顺序进行排列的一种词点 那么另外一种 比如说 就是再举一些例子 这些词 这些词呢 他们的这个叫 他们这些词呢 都被放在 又放到了一块 也被放在一个特别的 这个单词部分 那么 因为他们这个叫什么 他们的基本的词根是相同的 那么 那么这种规则呢 那么这种就是排列的规则 是按照这个叫 单词的词根进行排列的 那么对于这些单词呢 叫以什么作为开始呢 那么以他们的这个词根作为开头的 打开始的 那么这些单词呢 这些以这个词根 他们的这些词根作为开头的 也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词根 基本的词根 基本的词根 然后的开头的字母呢 都是这个相同 是一个相同的字母的时候 那么 那么 那么同样放到一个 叫特殊的部分 单词的部分 就按照这个叫什么 他们共同的 这个开头的字母 然后放在这一组 那比如说 这个 学习 我带法 推动 我支付 我耶得欧和邀请 这几个 这三个词 那么 所有的他们呢 都放在了 都在带这个部分 那么它是依据 那么它也是按照什么 词根 基本的词根的方式 排列进行排列的 因为我们也能看到 这个 它的基本词根 就是 下面这个 它就是 基本就是 所以 他们开头的这个字母 就是 以词根 就以词根 进行排列的 然后呢 他们开头的字母 是相同的 所以 他们就会被放到 同一组当中去 这样 我名呼呢 那么这个端语 大家画起来 叫说 至此 也就是说 讲到这 那么讲到这呢 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 就是每一个字母 那么这个 我们在单词表中学到了 表示什么 字母表的意思 那么整个这个 意思就是 阿拉伯的字母表 那么阿拉伯字母表当中的 每一个单词 在这个词典当中 都有他们特别的一张 一部分 我们在单词上 我们在单词上 接着那么就这样的话 那么在你查找 但你找什么单词呢 在中阿这个词典当中 查找一个单词的时候 那么比如说在查找一个单词之前 那比如说 那么你应该 首先应该就是 那么你就首先呢 是要知道这个单词它的字根 其实就像是我开头为大家 已经简单的讲解过的意思 那么这个句型 表达说什么什么是困难的 那么在前面加上一个否定的 表达的意思就变成了 什么东西是不困难的了 所以呢就不困难了 那么你就找到这个词 在你什么什么之后 在你知道了 这个组合啊 这个词篇组合 意思叫做什么派生规律 派生的规则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呢知道了这个派生的规则的时候 那么就是不难找到这个单词了 就用字典 那比如说 这个派生这个动词 比如说 他的这个词根呢 就是 那么所以呢 你就可以再找到它 状态是 这个我们在单词表当中 学过叫什么 容易得 轻松地 比尤瑟琳 或者是换成 比苏乎来听 两个 那么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它 在这个词音 这个部分 这个字母的部分 找到它 那么 那么你就知道了 你知道了它的词根 以及它的一些派生的词 这个就是 字典的学习方式 好 再往后 最后边做了一个总结 那么前边呢 其实已经为我们讲了 就是说具体的 查找一个单词的方法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一会儿 我们把最后一段 翻译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这个具体的 这个词典的使用方法 那么还是 省略了一个叫 呼唤曲词 那么亲爱的朋友们 朋友啊 这个动词意思为认为 是吧 相信 坚信 认为 那么我认为你呢 应该 现在应该知道了 就应该说 你知道了说 怎么来用这个阿拉伯语词典了 那么我希望你呢 那么我希望呢 他这个 它的诸语是前边的 也就是说呢 我希望这个字典呢 可以成为什么 可以成为你一个 很好的忠诚的朋友 那么这个朋友 那么这个朋友是怎样的呢 那么他可以经常的帮助你 叫做完善改善 变得更好 完善你的阿拉伯语 使你的阿拉伯语 更加的好 这里 好 那么首先呢 还是让我们来一起 据清一下这个 对于这个 这课文部分的这个意思 然后呢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个课文当中 究竟传说了哪些内容给我们 好 那么大家首先认真来 跟我一起 来看一下这篇 课文它的意思 使用阿拉伯字典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阿拉伯字典 和它的使用方法吗 字典 爱有两种表达方式 它是一种包含了 大量语言词汇的书籍 那么字典呢 有多有多种 其中有 有这种啊 规模大 含量大的 有含量中的 以及还有小型的 那么一些字典 它的这个体积呢 不超过 这个人的口袋的大小 那么这类字典呢 就被称作口袋字典 那是因为 学习某门外语的人 是离不开字典的 所以呢 他喜欢把它放在口袋里面 除此之外呢 现在 也出现了这种电子字典 那么有一些字典呢 用阿拉伯语来解释一些单词 比如说这叫中级字典 和蒙吉德字典 还有这个是新学生字典 那么他们都具有 简化的解释 以及丰富的内涵 很适合阿拉伯人 以及非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字典 它呢 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些字典 它呢 是按照阿拉伯语典的这个编排体力 进行编转的 那么字典当中的词 通常情况下 都是按照固定的规律进行排列 那么排列单词 通常都是遵循于28个字母 阿拉伯语字母 但是呢 你应该注意到 这个阿拉伯字母当中 阿拉伯语词典当中的 这个单词 或者说这个词条 或者说按词本身的实际字母的顺序排列 那么这种词典呢 现在并不太多见 或者说呢 按照词的词根字母 来进行顺序排列的 那么这个 鉴于阿拉伯语的派生体系 那么这类词典 更为常见一些 举个例子 像这些词 Itsitama Vistamia Viatakada 这些词呢 都被放在这个 Elif 这个字母的 那一章当中 那是因为 这些单词 它们的首字母 都是Elif 那么这种规则呢 它就是按照这个单词 本身 本身的字母 实际的字母的顺序 进行排列的 再比如说 这些单词 Alima Wat'alma Wamu'alimun Wist'alma 那么所有这些词呢 都被放在 都是放在特定的 一个字母章节中 按照的是词根 Alima 的顺序 那么这种规则呢 是按照这个 单词 它的这个词根字母的 顺序进行排列的 所以说 这些呢 这些叫词根 词根 这些单词的 词根字母的 首字母 是相同的一个字母 那么它们就会被 放在 某一章当中 比如说 这个Dara Sai Wat'a Wat'u'yad'o 那么所有这些单词呢 都被放在 Dal 这一章当中 那么它依据的就是 这个单词的 这个词根 进行排列 那么至此呢 我们就知道了 阿拉伯 字母表当中的 每个单词 在词典当中 都有它们独特的 一章 这样子的话 在你查找 在用这个 中阿词典 查找 单词之前 首先你应该知道 这个单词 它的词根 那样的话 在你 了解了 这个 派生的规律之后 那么想在 词典当中 查到这个词 就不是什么 难事了 那么这个单词 比如说 它的词根 就是 所以你就可以 很轻松的 在 Shim 这个字母 章节当中 找到它 然后并且你能知道 它的词根 以及它的 派生词汇 以及它的 意思和使用方法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 现在 你已经知道了 阿拉伯语字母的 阿拉伯词典的 使用方法 那么我也希望呢 它呢 也能够成为 你忠实的朋友 能够经常帮助你 提升你的 阿拉伯语 好 那么这就是 这篇课文 那我们简单 做个总结 就是啊 这个字典 词典呢 它呢 也分几种 那么主要的 这个分类呢 是按照 它这个字母啊 或者是单词的 排列顺序不同 那么一种 就是按照什么 这个单词的 实际所有的字母 它的这个排列顺序 实际的所有的字母 排列顺序 那么这种类型的字典呢 相对来说 市面上出的比较少 那么第二种 就是按照这个 单词它的词根啊 就是根字母 基本的字母的 排列顺序 进行排列的 那么这种 相对就比较多 那么在这个当中啊 这个叫 这篇课文当中 也就是给我们 列解出来三种类型哈 这个词典 那么前两种呢 是按照词根的 那么第三种 就是按照什么 实际字母的顺序 进行的 那么 知道了这个选择 选择好了这个 词典之后 那么下面就开始插照 那比如说 对于第一种 就是按照这个 单词的实际的字母构成 那么就要求我们什么 知道这个单词 有哪些字母构成 然后知道 它们的顺序就OK了 那么难点呢 在于第二种 也是现在大多数字典 所遵循的 这个排列的方式 那就是按照这个 根字母啊 基本的字母排列 那么它的方式就是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单词 那么下面就是 下一步就是 我们要查出这个单词 它的 看出它的 基本的根字母 那么这个呢 也是按照什么 阿拉伯语当中有个叫 叫做派生的规律啊 我们懂得了 这个派生的规律 那么就很容易的能够判断出这个单词的根字母 判断之后 下边我们就要开始查找这个单词了 那么我们知道第二种类型的这个字典呢 它呢 是按照这个 首先按照这个单词的字母表 28个字母的顺序进行排列 然后对于每一个字母呢 都有它单独的一张 那么这每一张的分类是怎样呢 是按照 这个字母 该字母就是这个单词的首字母来进行排列的 然后接着 一二三四个字母 这个单词当中的以此类推往下排列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 啊知道了这根字母之后 怎么在这个字典当中查找到的第二步 那么这两步都查找到了 那么下边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什么了 这个单词的根字母是什么 它的派生的词汇有哪些 它的意思是什么 还有它的这个运用用法是什么 那么这样子的话 也就表示啊 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查找单词的一种方法 好 下边呢啊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篇课文当中 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小的知识点 首先呢 是这个课文的标题 就是啊 一个正片组合 叫做使用阿拉伯词典 对吧 然后第一句话当中 我刚刚又说 它是叫省略了这呼唤词的 所以是 补全了就是 然后再往后 这个动词叫 叫做包含包括啊 这里边 后边 叫做惊人的数目 很大的数字 意思是语言的词汇 然后再往后 我们看到叫做 分大中小三个形容词 大家也把它记一下 那么其实比如说 就包括我们购物的时候 也会分大中小号嘛 其实这个词也能用得到 那么小号啊 这个大号就是 这三个形容词 大家记下来 然后再往下 是这个 这个用法 表示什么东西 超过什么什么了 那这里边 就是 就是它的 这个字典的容积大小 超过了什么什么的 大小 后边这个 这一笔 意思叫做什么 这个衣服口袋 口袋的大小 接着这个 这个动词 可以直接加成 叫做什么 被称作什么 这个端语 就是叫做 口袋字典 口袋字典 然后这个动词 就表示什么 是不能缺乏什么的 这里边 它的主语是前边的 这里边 表示这个人 不能够缺少 这个词点 后边这个 就是指把 这个口袋的字典 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这个表达 是指除此之外 然后后边这个端语 意思是电子词点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 那么也就表示说 这叫做解释单词 就是用阿拉伯语来解释单词 那么这三种 大家都把它记下来 这叫做终极词点 这个叫做蒙吉尔词点 第三个叫新生词点 新学生词点 然后下边这个短语 那么这里边 直接用的是 指前边的这些词点 那么没有借助一个动词 就直接用的 表示具有的特点 那么其实我们补权了 可以加一个什么 对吧 或者是 这个也可以 特点这个短语 大家记下来 意思是简洁的解释 以及丰富的知识面 丰富的知识 动词 意思叫和什么什么相衬 相适应 这里 然后这个短语 意思是母语 非阿拉伯语的人 好 再往下 我们再看 这个叫 意思就是阿拉伯语 所遵循的这个 就遵循的这个规律 这里 意思叫遵循 遵守 好 再往下看 这个 叫做什么 以固定的规则 就是被排列 后边这个短语叫 叫排列 单词字条 然后这里 意思叫做二十八个字母 这里 动词 这个本身有什么 注意 关注 关心 这里 注意 这里面的意思 然后这里 图 印马 类的句型 印马 印马 表达是或者 或者 要么 要么 不是 就是 那么它在句当中 可以连续出现三次 就可以接三个句子 这样子 后边 这里面叫做 按照 其实际的字母 单词 实际的字母 顺序进行排列 后边 叫按照 这个 叫词根 的顺序进行排列 后边这个 本身的意思叫做 以什么什么为傲 以什么什么而自豪 那么 这里边 转化一下的意思为 鉴语 叫做 考虑到什么什么 后边 这个正片组合 叫做 派生的规则 派生规律 然后 比如说 然后 这个 被放置在 叫被放在特定的一章 B 叫做什么之下 所以整个就是被放在 那一章 特定的一章中 好 再往下 harfin 意思为 共同的字母 共同的字母 这个 叫 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 阿拉伯字母表当中的每个字母 这个表达方式 这个前面 意思是每个字母 后边进行深入的解读 叫做更加深 更加这个全面的解释 就是阿拉伯字母表当中的这些字母 好 再往下 这个句型 Laysa minna sahabi an 那么其实就说不难 对吧 那么它其实相对 minna sahri an 的意思 然后 这个 这个短语叫 B yusri 意思为容易的 轻松的 还有一个叫 表达方式就是 B 俗乎来听 对吧 那么后边这里 意思就是 它的词根 它的派生词汇 以及它的意思 还有它的使用方法 然后最后边 那么 这个表达是坚信 我坚信 我认为 这个动词 它的使用方式 然后后边 意思叫忠诚的 忠实的朋友 然后 叫做帮助你 改善 改良 叫做优化你的阿拉伯语 这里边 好 那么通过这一课课文呢 我们的 这个 从单纯的语言 这个学习 学习了一些新的 这些表达方式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 我相信大家 应该知道 怎么去查字典 是吧 那么其实 我们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搜 那么中阿字典呢 就有那么几种 那么大家可以在网上 也不贵 然后可以买一本 然后回来之后 自己尝试着去查一查 那么其实查字典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 不断的自我学习 和不断丰富你语言能力的过程 所以查字典是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当大家能明白 或懂得会了 如何查字典的时候 那么其实你对这个语言 就是慢慢的将会进步 进入到更加深化的阶段了 好 那么最后边呢 让我们共同把这个课文读一下 加深一下理解 النص 大家可以说一下来读 استخدام 昨天的语言 最后一听 と 用大语言的 以及 根本性的 很多语言的 属性的 角色 在 这个语言的 就是 也是 例如 المعجم الوسط والمنجد والمعجم الجديد للطلاب وهي بشرحها المبسط ومعرفها الوافرة تناسب العرب وغير الناتقين بالعربية والقموس الذي نستخدمه أكثر في الصين على نفس النظام الذي يصير عليه القموس العربي والكلمات الموجودة في القموس تكون دائما مرتبة بنظام ثابت ويصير ترتيب الكلمات في الحروف العربية الثمانية والإشرين ولكن عليك أن تراعي أن كلمات القموس العربي إما ترتب حسب حروف الكلمات ذاتها وهو قليل الآن وإما ترتب حسب حروف الجذر لها وهذا كثير يعتزازا بنظام الاشتقاق للعربية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الكلمات علم وتعلم ومعلم واستعلم كلها توضع معا تحت القسم الخاص ع-لا-ما هذا النظام هو نظام الترتيب حسب حروف جذر الكلمات التي تبدأ جذورها بحرف مشترك توضع تحت القسم الخاص بهذا الحرف مثلا درس ودفع ويدعو كلها توضع في قسم ذلك على ترتيب حروف جذرها ومن هنا نعرف أن كل حرف من حروف الألفباء العربية له قسم خاص بالقموس بذلك قبل أن تبحث عن كلمات في معجم العربية الصينية مثلا عليك أولا أن تعرف جذرها فليس من الصعب أن تجد الكلمات بعد أن أعرفت نظام الاشتقاق الكلمات اشتقى مثلا جذرها شا قا قا فيمكن أن تجدها بيسر في قسم حرف شين فتعرف أصلها ومشتقاتها ومعناها واستخدامها صديقي العزيزة أعتقد أنك تعرف الأن استخدام القموس العربية فأرجو أن يكون صديقا مخدصا لك يساعدك دائما على تحسين لغتك العربية 好 那么这一课关于课文的部分 我们就讲解到这儿了 那么一方面希望大家在课下总结的是 我们所讲解过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另一个就是了解到如何使用阿拉伯字典 然后可以试图尝试一下去试一试怎么去 来查找词单词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之后大家会发现 有一个学的新的单词 大家不认识 那么可以不需要我 我先告诉大家 大家就可以查得到 了解到它的意思 那么帮助我们这个语言的学习 更快更好的进展下去 好 那么这一课的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继续这一课的句型部分的学习 好 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